我絕對不會在你的眼睛 我曾經說過世紀的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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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是婚禮 所以嗎? 韓劇《淚之女王》全劇中 不過他的後勁實在是太強了 除了男女主角的人 細細細的真正之外 第二個就是劇裡面的場景 大家持續在追 現在你會覺得這個場景 非常眼熟 3 2 1 答出來的代表你有看過 答案就是女主角她家 這是什麼人嗎? 啊,有幾天CCTV消息的現象 所以要修理一下 時間是1時間時間 每次他們都大陣仗 出來的時候 就是靠這個 那不是整棟都他們家 他只是取這個外觀 位子它在三清洞 是以前那種大財閥的老闆 他們會住的地方 大使館也蠻多在這裡的 不過現實生活中 它是一個韓國石造博物館 裡面專門就是放石頭的文物 然後裡面大概是放1000多件 門票三千韓元 所以折台幣大概是70多塊 還不到100塊 不過交通的話是有一點點麻煩 最快的方子的話可能是要坐計程車 會比較方便到 因為畢竟它是在一個半斬搖的地方 遠遠看 蠻清幽的 參觀完女主角洪海仁 黑妮來了家之後 我也覺得我瞬間有超能力 馬上掉一載車 畢竟這裡交通不方便 要去山下還是要靠專車採集 大學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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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離開了我的石造博物館的家之後呢 現在我要來上班了 女王百貨 她的現實所在意叫做 現代熟而百貨 走吧 來看看我上班的地方 我現在就是要來巡視百貨公司 我現在走的路線就是 紅海人走的路線 長 長先生 Biltjo Club的職業 對 她為何不介紹我 她可以出門了 對 這也是我的百貨公司 所以我要幫大家介紹一下看點 來到1樓之後呢 你會先看到這一個人工瀑布 其中在最右邊這一個 它是有12米這麼的高 等於是三層樓的高度 它就是要營造一種室內 也可以集室外的一種感覺 百貨公司的看點還有在五樓 就是這裡 很像是一個溫室一樣 這個地方叫做聲音森林 讓你舒舒服服的逛街 很紓壓 然後都是綠色的紙皮 這個現代首爾百貨 是目前首爾最大最大的百貨 也是號稱最美最美的百貨 有多大呢 它的面積大概是有 十個足球場的大嫂 所以現在是來到首爾 必逛 必打卡 看完了我的百貨公司 CEO時間差不多了 要下班了 拜拜 我們要結婚嗎 要結婚嗎 哇 祝福了 太幸福了吧 在這邊遇到求婚小段耶 有沒有覺得在這邊求婚 你有一種即逝感 就是淚之女王男女主角 求婚的場面 就在這邊 一個大大的水族館 我們 結婚了嗎 我的心情是寂寞 在那裡 我愛在寂寞 我愛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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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了 祝福了 對 然後就是看完之後非常感動 我如果有機會的話 趕快來這邊看看求婚 可是今天剛好 有試到了 對… 那個感覺你可不可以體會到 你跟金秀行是一樣的 下一輩子 下一輩子 所以你覺得來這邊求婚 成功率高不高 100% 白紅夫妻求婚地點 到底在哪裡呢 答案就在這邊 RQA PLANT 水上世界 它是首爾圈當中最大的一個水族館 裡面有325種的生物 水陸都有 這邊的地理位置稍微離鬧區遠一點 所以交通部分會比較難抵達 然後票價是33,000韓幣 折合台幣目前的匯率將近快要800塊錢 所以如果你想要來一場 跟金秀賢 還有金秀賢一樣那麼浪漫的求婚地點的話呢 這裡你可以做個參考 事實上最遙遠的距離就是你不知道老婆在老公背後聽她講金事 你有沒有覺得這一幕很有吉事感呢 沒錯 這是洪海仁跟白行幼 白行幼正在跟她的朋友分享金事 海仁意外則是 原來我的前夫是這麼的愛我 這個的場景就是在懷樹餐廳拍攝的 你不去也不去 我很好 你是 那我只是 我的下婦旁的地 bye 我只是 大不去 我只是 有無敷地 我只要 限时当中的槐树餐厅跟剧中一样 卖的就是传统韩食 By the way 老板人真的非常好 非常的nice 很好找 他会在龙山区 你只要搭地铁6号出口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绿白相间的小屋 如果你是情侣啦 夫妻啦 你想要跟双金一样 来一个配对背的拥抱 千万不要错过这 这放球场多怕大家不知道它是泪芝女王的场景 到处都是剧照贴骨的 你看楼梯上去也是一样 这个放球场位在二楼 但是入口在这边吗 入口在这边 怎么实际这么的不浪漫 实际就蛮普通的 这个是金秀贤打击的地方吧 因为有两个人 等他走之后 我来化身金秀贤 打击一下 经过了摸索终于知道怎么玩了 首先你要先去换零钱 因为他头一次消费是五百块 登场 挑战一下金秀贤 在剧中百发百中的感觉 哎呦 哎呦 漂亮哦 哎呦 哎呦 没中 哎呦 有了 哎擦边球 哇 也是累 也是不好打 我不晓得金秀贤到底有没有NG过好几遍 好啦 这个就是短暂的体验一下 同时来发现一下 哎 这一站其实如果你要来踩点的话 蛮快的哦 揮个石球 就结束 既然都要追流行 我们要带你来到 现在首尔最红的地方 这个叫做解放村 其实它的感觉 你把它想像成就是新的文创区 很像是华山的那种感觉 就在你看一堆的老宅当中 会新设置一些咖啡厅 或是一些文创店 那今天呢 我们要来介绍的是这个 Lemon Balance 这家甜点店 应该说近期韩国很红的甜点店呢 它是蒙布朗 但是蒙布朗的外观 你看它包得很像是毛线球的感觉 这家甜点会成为网络热搜 其实是源自于后面这些 因为他们家的甜点店 前身原本是一个针织工厂 他们就是把针织工厂 原地改建成咖啡厅 所以刚看到了 他们的蒙布朗外观 也是有跟针织有关的 所以直接就把他们家 之前的历史直接搬到现场 所以这个是个亮点 现在解放村最流行的就是 屋顶咖啡厅 楼梯非常陡 大家先小心 哇 为什么要区别选在这一区的屋顶 请看 底下就是首尔区 所以你可以从至高点看首尔 无法成为梦想中的金秀贤跟金智园 但还好我身边有些湿蓝 双金CP 感谢他们 好啦那来吃一吃这个甜点疗愈一下 这一家特别介绍的是 他们家的厨师是学自于 他特别是东京区 然后是那个蓝带厨艺厨生的 所以应该是有一点厉害的 嗯 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 谁吃 我们今天点了两种口味 一个是 像是莓果类的蒙古朗 然后一个是 甘蓝 应该我也是从蓝带毕业的吧 哈哈哈哈 这样子 哇 欸 火面蛮美的耶 很漂亮欸 很漂亮 对 试试看 嗯 第一个我觉得没有到很甜 可能可以 非常地丝滑 咖啡一起喝的话呢 很适合 对 但是我个人喜欢酸一点 如果可以再酸一点 我会更喜欢 阿里山茶 嗯 阿里山茶 哈哈哈哈 你吃的是不是阿里山茶 它底座好像真的 微化比较感激 微化比较 好香喔 檸檬橄榄 嗯 吃 嗯 比较酸了吧 哇 这比较酸 非常丰富的 那种味道 很多层次的口感 对对对 那上面好像有一颗柑橄榄 对 还有柠檬吧 有柠檬的 柠檬的 柠檬味道比较好区别 橄榄又跟它真的比较不熟 所以 满南一时之间吃出橄榄的口感 所以我们现在开这个时间比较晚 因为 你看 店员在旁边等我 他要下班了 他要下班了 他就说 要不然 你早一点来的话 你真的可以很悠哉的住在这边 然后 包括非常 我们就是背着这个视野 然后去看首尔市 我觉得他还挺是很棒的 可以吹两空 还不错 对 好了 我们不能再悠哉 我们要走人了 朝白在等人了 后面是直接看到的蓝山塔 蓝山塔 来说我必须看蓝山塔 不要在这边 你看 对 工作人员在倒数了 撤撤撤撤撤 解放村是越晚越热闹 现在已经是晚向七点了 但是从我后面这个视角 你望过去 我觉得有点像是法国的感觉 大家就在街边用餐了 其他部分都是年轻人居多 所以显然这是一个 年轻人聚集的圣地 它原本就是一个市场 然后开始市场就改建 就开始变成一种 新的文创风格这样 夹娃娃街店这边也有 这个应该是某个韩剧 对不对 在这边拍摄的 sorry 我没有看过 所以有看过的人 可以自己来相当一下 相当一下 在地 在地 给自己介绍给你 在这个解放村当中 哪一家你觉得好吃 好 这家 吃什么呢 这是烤肠的 烤肠 还有那个黑帆春党 这边人家派对嘛 就是那个锅巴 哦 锅巴 锅巴 锅巴鸡 哦 锅巴鸡 哦 哦 我们真的很爱吃鸡耶 对 非常喜欢 你看现在是在 很多人来这边拍摄 那个拍摄 哦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一家网络名店 对对对对 一家 这家也很忙 对美食中式料理 哇 这是什么概念 美食和中式 美食中式料理 如果亲日来这边的话 假期的时候 就比较厉害的点 对对对对 近期打算要来韩国玩的人 你们现在就开始 游了这些口袋名单了 带你们也去追了 《泪之女王》的经典场景 几个经典场景之外呢 然后也介绍了 目前韩国最新的解放村 你看我们从这个制高点望下去 在杂案当中 你又发生了一些 新的规律在这边 我觉得是蛮活泼的一个城市 总之 近期 你只要想要来首尔旅游的呢 看到这支影片 先分享出去 告诉更多人知道 原来 周尔可以这样玩 小鸦出任务 再见 拜拜